杨振宁 赴美留学,毕业后投身物理研究事业,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之一。 这位被称为是20世纪以来,仅次于爱因斯坦的世界级物理学大师,不仅在学术上有着独到的研究和见解,也拥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爱情经历。 2004年,姚振宁和翁帆的结合,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轰动。 这对张产女十四岁的夫妻,在消息公布的最初一直遭到社会的质疑和反对,而杨振宁、翁帆夫妇,并没有十分在乎外界的舆论新闻。 对于外界的声音,翁帆就是当然地说,我只是选择了一条人界更稀少的路。 相识、相知,到想前1995年,姚振宁写期,此杜振宁参加在善侯大学举办的世界物理大会,而正在善侯大学读英语专业的翁帆,成为了夫妇俩这次活动的向导。 青春、可爱又过小的翁帆,给杨振宁夫妇,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特别是杜振宁,对这位孙女很是喜欢。 此后的多年时间里,翁帆和这对科学家夫妇,偶有书信的往来。 或许从1995年的夏天开始,杨振宁就对这个闻闻而哑的女孩,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,是命运的安排,二人对原本悄然地开始。 2003年,杨振宁的妻子杜振宁因病去世,而翁帆对此事毫不绝情,依旧像往常一样,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二老寄信。 有一次,翁帆在信中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,杨振宁借着这个信息,邀请他到中山大学见面,这是二人时隔多年后的再一次见面,会面的过程非常的顺利。 让翁帆感到惊讶的是,八十二岁的杨振宁,依旧精神抖走,容光焕发,看来和八角,年轻并无两样。 而杨振宁在这次会面后,对翁帆难以忘怀,失去伴侣的他常常感到孤独。 王八这个帅真,温暖的姑娘,正好填补了他内心的寂寞。 在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